Hello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花花 今天讲的是第53道题 maximum subarray 这道题也是一道动达规划的题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 他会给你一个一维的一个数组 让你找到一段 他就说连续的一个subarray 就是指数组 你可以看一个子串 然后他就说这个东西至少有一个元素 然后他要求你找一个子数组 这个子数组的核是最大值 然后他样例是给你一个-21-34这样一个array 其中最大连续的子数组是4-121 然后他的核是6 照题就是说有一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会发现他要因为他要求求的是核最大 你任何一个数加上一个负数 那肯定是比你这个数小的 是不是 如果说 如果说你要加一个数加的是个负数的话 那我情愿不要加这个数 我从我从头开始 如果我是个正数的话 是不是 我们来举这个例子 你可以看一下-21 就是说当我运行到1的时候 我知道我左边是-2 这个时候我如果加上加上他的话 肯定比我比我要小 那我情愿就是不要加这个-2 我就单独从我自己开始 那我也比他大 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写出我们的动态规划状态转移方程 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那个F来表示 我们用F来表示FY来表示就是说 我用到从0用到第1个元素 用到第1个元素的能够取得到最大值是多少 就是maximum subarray 用到就是使用前一个元素 但是第1个元素必须被使用到的最大值是多少 0到2 这样的话它的转移方程是什么 转移方程就是说 我等于max 就是说它可以这么写 就是说如果FY-1大于0 大于0的话 我就是我这个数 我这个数本身再加上我的FY-1 否则的话就是我这个数本身 我不管我是正数还是复数 我都不希望加一个比我更小的数 好 这样就是它的转移方程 然后的话 然后我这边把这个F这个数组列出来 我们来过一遍 就是一开始是-2 这个FY的话就是说用到第1个元素 必须使用第1个元素0 因为它之前没有任何元素 所以说 这个是它的boundary 它初始值 就是它自己本身 因为它没有加 不能加起来元素了 所以说这个值是-2 然后对于到1的时候 你发现我这个F值前面一个是-2 就是小于0的 小于0的情况下 我完全没有必要加它 我就从我自己开始 我重新开始 我就是1 对于-3 -3一看前面这个是1 很开心 他就把这1加到自己身上来 然后变成-2 那然后到了这4 4一看前面是负数 他又不开心了 他说我不要 我直接变我自己 那同理到了这个-1的地方 他看前面的和最大的值是4 他就把这个4加上自己身上变成3 然后2的话 他看到前面是3 也很开心 就把它加上来变成5 这边是1 加上5变成6 然后到-5 这边不是-1 这是1 那-5它之前的话是6 所以说它是个正数 它还是会加到自己身上来变成1 然后最后到4 4的话看到前面是1 把它变成5 那你就最后发现 你在扫描也变这个F 你就会发现其中最大的实现值 是这个 是到这个1为止 但是它因为我们它也没有必要 就是没有让你把这个子串记录下来 所以说我们这个F值没有记录 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 因为你每次如果说你发展前面是负数 你不加的话 你可以相当于是重新开始计数 你这个4就是相当于重新开始 所以说你这个子串是这样一个子串 4-1 2-1 然后它变成一个趋势就是4-3 5-6 6就是最大值 那我们最后就把这个F中 这个数字中最大值反过就行了 好 这就是一个动态规划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code怎么写 一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先要定一个这样一个F数组 它的那个元素个数的话是和原来的数度一样 我们也不需要padding了 然后呢 因为第一个元素它没有左边 因为我们没有padding 所以说我们就给它负一下值 就是这个第一个元素呢 它的最大值 第0个元素 第0个元素能够获得最大值呢 就是它本身 它也不能选择加不加 但是就只有它本身了 好了 现在的话我们就递推啊 从一开始 i从一开始 i小于这个 这numbers的size 交掉i 然后根据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公式 就是说如果你前面这个fi-1是个正数的话 你就把它加到自己上来 你不管自己是什么 加到它上来 就是加到这numbers作为它的新的fi 如果fi-1是负数 那我就不需要加到 我就从重新开始 从新开始 就是这numbersi 那它我们来写一下 就是说fi 当然你可以选取两个中 取一个大的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maxfi-1 fi-1 加上number 然后和numberi之间取一个大的 这个就是你的fi值 最后我们retain的时候 retain就是找fi中最大的一个就行了 std maxelement 这个fbegin到fend 最后的话要给它接应 就是它这个反馈的是个iterator 最后把它取出它的值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得到答案了 好了我们现在提交一下 这个提交一下看一下 好 通过了 没问题 然后看一下运行时间9毫秒 好的 这是一个 意味动态规则 然后你会发现你fi的值 和fi-1有关系 那这就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这个可以优化的空间 因为我就是我不需要使用一个整个数组 因为我的fi值和我的fi仅一种关系 所以我只需要使用长数个 长数个这个元素就可以来存储的值了 然后的话 其实最后也不是需要你便利一边 你只要在这个计算过程中 你把最大值记下来 比如说你找到这边6了 你把它记下来 然后存到一个变量里面 然后你就 你之后这个值更新了 它也无所谓 你只要把一个最大值记录下来 然后输出这个最大值就行了 好的 那我们来改写一下 就是现在的时间法度是欧文 空间法度也是欧文 我们来改写一下就是使用那个常数空间 好的 那么这个不需要 同样我要有一个这个answer 来存储我的最大值 这个最大值是什么 这个最大值默认的话 就是这个numbers 0就是它的第一个元素 我用一个sum来表示我当前的最大值 当前的fi 还有也是numbers0 好 这边我就是说 这个sum等于什么 和我们刚才那个公式是一样的 sum那是max 这个sum 加上这个numbersi 和这numbersi中取一个代 就是是我fi的值 如果我这sum大于那个answer的话 我把answer给复成sum 就是相当于我记录下当前的最大值是多少 这样的话我就做完了 我最后只要return the answer就可以了 这里相当起到的就是说 这个就是sum 就是原来的是fi 然后这个是新的fi 这个是fi-1 你只用fi-1 加上numbersi来看看 他这个是不是我比我这当前numbers要大 如果大的话 我就引用前面的fi-1 如果bill的话 我就重新开始计数 就从numbersi开始 然后我就付给sum的k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空间复杂度 从on降到了o1 这是说我们只用了常数个空间 那么提交一下 它应该是也是一样的通过的 没有问题的 一样是9毫秒 好的 这套题目呢 就是一道比较简单的 一维动态规划 就是说 就是一个key observation 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个前面的数 已经是复数了 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加了 但是这边的话 对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加 因为你加上去的话 也会比你自己本身小 所以说我前面重新开始 这样的话我就递推 就是前面这个数的 前面能够达到最大值 然后 这边他就是说要求fi 就是说一定要使用这个di的元素 我不管你是 你加了前面加的很长 还是说你只有一个自己这个元素 就是说你必须使用这个fi 所以说你这边无论如何 得把这个numbersi加到你这个sum里面去 要么你加到原来sum里面去 要么你重新开始 所以他的话就是必须使用这numbersi 不然的话就会出错 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转移方程 因为你发现你只访问到fi 和fi-1有关系 所以你完全可以把这个空间优化掉 变成常数空间 那我们知道其已经是最有解法 就是时间发度是on 空间发度是oe 可以 那我们知道题 这就比较简单的题 就讲到这边 实际上意味着动作多少题目 好了 不要忘记对我们观众频道 我们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来 然后也要可以转发评论我们的视频 然后对我们的讲解过程有什么建议 或意见或想法都可以在屏幕上方留言 然后呢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我是娃娃 拜拜